林口区仁爱里里长刘洪桥利用社区活动中心旁的闲置空地 将脏乱无人管理的空间营造成可食地景 除了能够直接增加绿地面积、美化环境 还能够提供给长者安心健康的蔬果 为了推广在社区种植蔬菜及植物等可食性植栽 并且了解适合当地栽种的无产风貌以及美化当地景观 林口仁爱里长刘洪桥利用社区活动中心旁的闲置用地 将脏乱无人管理的空间营造成可食地景 在志工的桥手下使田园风景在都会中见到 让你们可以感受到缤纷的田园美景 以前这个空间是非常的脏乱 然后善用植物的特性来建制一个美好的环境 又可以看又可以吃 我们所种植的植物也可以来供我们楼上的老人来供餐 里长表示建制可食地景能带来许多好处 除了直接增加绿地面积美化环境之外 也能提供给长者安心健康的蔬果 更可作为民众交流与休憩的最佳场所 都市推动可食地景 不仅可以让市民重温田园的乐趣 也可以让市民亲自体验耕种栽培及收获的喜悦 所以说有这么好的环境 我们可以让市民来增进市民的交流 让市民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以后 大家的感情会更好 可是地景完成之后不仅改善了当地环境 也增进了里民对社区的认同 让更多民众加入可食地景健康乐活的行列 一同体验享受都市农耕的乐趣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林口采访报道